清晨5点28分地牛大翻身 没有想到过了8个小时之后 这个意外呢是延迟发生 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的骑楼 这个天花板疑似就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松脱 导致水泥块还有板子整片崩落 一名女子经过刚好被砸中 头部擦错伤送衣缝合 而地震发生当时呢 在台北市西门町KTV大楼旁边的防火墙 也掉下了瓷砖雨 差点就砸到了路人 还有好几个外籍游客 夜唱完之后呢 就坐在KTV的门口聊天 当时一阵天摇地动 他们吓得赶快避难 女子正要经过巷子 这时候发生了地震 大楼旁边的瓷砖突然脱落 砸到旁边的大型塑胶垃圾 车上发出巨大声响 哗啦哗啦就像是吓起瓷砖雨 她吓得转身往回跑 就怕被砸中 不打到这个的话 也许就打到她 往旁边走的话就直接打到她 惊险瞬间 同一个时间 西门丁KTV的大门口 一群外国游客夜唱完 坐在台阶上 正聊得开心突然一震 每个人都抬头看了一下 真的吓到了 立刻跑到柱子旁边避难 这一次地牛翻身 不只让台湾人从睡梦中惊醒 连外国游客也被吓到了 第一次感受这么厉害 有人摇了摇去 蛮难大的 那时候睡觉嘛 然后突然摇得很大力 离奇的是地震发生 大约八个小时之后 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骑楼 竟然又惊传意外 一名女子路过 没想到被塌落的天花板砸中 水泥块打中头部 救护人员抵达 赶紧先替她包扎伤口 送衣缝合 现场拉起封锁线 就怕有人受害 包着头啊 过来的 清晨发生地震 疑似是因为这一震 让两栋大楼中间的遮雨 用天花板松了 慢慢支撑不住 早就掉落在上面的水泥块 51岁的蔡姓女子路过 板子刚好掉了下来 直接打到了她的头部 造成擦措伤 被砸伤的地点 就在两栋大楼正中间 择热归属该是谁的 一时之间很难说清楚 那现在蔡姓 在等他们坚定的结果 来两年都没上过 专家提醒地牛翻身 可能会造成许多老旧建筑物 外墙或结构松脱 民众外出物 必得多加留意安全 记者梁家伟 佛作人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